近期玩家们可以说是被老黄耍得团团转 甚至本应该在3080上动刀的308020GB 也被AMD直接扼杀在了摇篮里 而且到现在3080依旧没货 所以老黄现在开始往下动刀 这不除了前段时间公布的3060Ti外 现在RTX3060和RTX3050Ti的消息也得到了曝光 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NVIDIA的60系列往往被称作为甜品神卡 而50系列则被吐槽成了智商检测卡 然而今年的情况似乎有很大的不同 此前我们已经知道了 NVIDIA原本会在10月中旬推出拥有4864个CUDA核心 并搭配8GB GDDR6显存的RTX3060Ti 但由于双11的到来 以及着重为RTX3070铺货的缘故 现在3060Ti已经被推迟到了12月2日 但这并不影响PE刀客的刀法 据推特用户KIMI介绍 除了3060Ti以外 老黄还有两款更加甜品的显卡 分别是RTX3060和RTX3050Ti 并且它们都支持光追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50系列从GTX寄生到RTX 首次支持完整的光线追踪 让更为低端的主机 也可以享受到光追的快乐 据提来看 在规格参数方面 RTX3060将会局相比 GA104200更小的GA106核心打造 预计会有30个计算单元 3840个CUDA 搭配6GB或者12GB的GDDR6显存 位划为192bit 整卡功耗大约在150V左右 售价不会超过300美元 应该是为了取代 现有的RTX2060Super 而专门切割的 预计将在2021年第一季都发售 接下来就是RTX3050Ti了 在规格参数上 它将同样会基于GA106核心打造 但会比RTX3060满写版的核心 要弱一点点 预计会有28个计算单元 3584个CUDA核心 显存方面咱不清楚 但据媒体WCCFTech猜测 RTX3050Ti将会配备 未宽为160bit的5GB GDDR6显存 或是未宽为128bit的4GB GDDR6显存 整卡功耗大约在120W左右 售价不会超过200美元 同样预计将于2021年第一季都发售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RTX3050Ti的性能将能对表RTX2060 不得不承认老黄的刀法还是绝啊 总的来说 由于目前苏妈的RX6000系列显存配置过于奢华 均是统一的16GB 那么老黄这边很有可能优先考虑RTX3060上12GB RTX3050Ti上8GB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10GB的RTX3080和8GB的RTX3070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毕竟RTX308020GB版本和RTX307016GB版本均被取消了 既然在高端市场不能全面领先AMD 那么就只有在中低端市场决一死战了 再看看那些首发购买3080或者3070的玩家 将会被NVIDIA疯狂被刺 这个老黄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 我20多岁的小玩家 这好吗 这不好 我劝这位刀客耗此为之 好好反思 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小聪明 所以近段时间 着急买N卡的玩家们可以先等等了 毕竟等等党永远不亏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支持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